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美国之后 中国不仅在国际上进行大外宣 对内也进行了大内宣 那前几天我们的节目讲到了 中国大内宣的翻车的尴尬的现况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讲讲中国的大外宣 当然他这个大外宣是对台湾人民的一种宣传 包括最近又开始一些温情喊话 他们也一再的去强调说 统一后台湾人现有的生活方式不会改变 台湾不会实行和中国大陆同样的社会制度 充分保证台湾人的生活方式 但大陆人享有的社会福利 台湾人也能享有 统一后国家会保障台湾人民享有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的空间不会被压缩 甚至会比现有空间更加广阔 在此之上台湾人民的创作自由也会空前高涨 共同创造更繁荣的中华文化 紧随以习近平同志为中心的核心思想 共同实现两岸中国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那讲了这么多其实都是些废话 就像他一开头讲的 说统一后台湾人现有的生活方式不会被改变 这个已经讲了几十年了 不会去改变他 你为什么还要去同意他呢 其实很矛盾了 对不对 那又讲到说 台湾不会实行和中国大陆同样的社会制度 当然他这个是安慰台湾人的 就是你们不用担心 这个不会跟中国大陆的这些人矿 韭菜这些刁民一样的生活方式 你们台湾呢 还是确保有言论自由的 目前也有很多中国大陆的观众 也有一些是我的粉丝 那也有些就是小粉红那都有 你不觉得这些讲话非常的漏洞白出吗 而且有点矛盾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给大陆人看的 这个是给台湾人看的 也就是去进行一些心脏 喊话一些宣传的部分吗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给大陆人看 如果你是真的有点逻辑思维的 你不觉得这个在歧视中国人吗 譬如在这里强调的 台湾人统一之后 不会实行跟中国大陆一样的社会制度 也就是说啊 就是中国人还是过现在的生活 台湾人呢 因为他们也知道 台湾人的生活方式肯定比中国要好的 有言论自由 有社会福利保障 中国人就没有啊 所以中国官方为了安慰台湾民众 所以就强调了这一个部分 说台湾人和我们统一之后 你们还是现在的生活 不会跟中国一样的社会制度 这不就是很打脸吗 如果你现在是荧幕前的一些小粉红 你看到这里 你还不会觉得打脸吗 那当然我们知道 以前我经常做这样类似的节目 也有一些小粉看到之后啊 都觉得很打脸 那有些人慢慢看了我的节目之后啊 就变得更加清醒了 逐渐的走出这种被洗脑的这种思想 后面还有补充到说 但是大陆人享有的社会福利 台湾人也能享有 所以说大陆不好的 台湾人放心 你们不会实行一样的制度 但是大陆人有的福利呢 你们却有 这不就相当于台湾人是人上人了吗 是一等公民 那大陆人是什么 这不就是歧视中国人吗 中国人是二等公民对不对 而且这个里面讲的也是一些空白话 中国人有福利可以享受吗 中国人自己都没有福利享受 你说统一之后 给台湾人民享有大陆人一样的福利 我就觉得 这种文案呢 也就骗骗一些傻子好了 然后后面也有强调说 统一后国家会保障台湾人民享有言论自由 这意思不就是说 台湾人现在是有言论自由的 中国是没有的 统一之后啊 你们放心不会实行跟大陆一样的政策 你们台湾人的言论自由 依旧会充分得到保障 这不就是间接的证明了吗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肯定是不是给大陆人看的 这就是对台湾的心战喊话 是给台湾人看到的 但是我们荧幕前的中国朋友 你看到这些 你不觉得好打脸吗 所以间接就承认了 中国大陆是没有言论自由的 那后面还有强调说 言论自由的空间不会被压缩 甚至会比现有的空间更加广阔 在此之上台湾人民的创作自由 也会空间高涨 共同创造更繁荣的中华文化 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言论审查 包括一些文化创作的审查 是非常严重的 你拍个电影 你还经过中央的去审查 那包括如果你是个作者 无论是影片创作者 还是文字的作者 那你只要创作了些东西 里面有一些反动的 反对共产党的 那没有话谈 你直接会被抓捕 而且不经过任何的法律的审判 那你还好意思在这里说 台湾人同意之后 会享有更加空前高涨的 言论自由的空间 比以往更加的广阔 这不是扯淡吗 那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就没有 当然我们知道 它是对台湾人的一个保证 但是这个就显得太假了 那后面还有说什么 要共同实现两岸中国人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个中国人不陌生 我们从小大大经常听到这个什么 共同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那之前我们看到一个中国节目 去采访一个路人 问他什么是中国梦 他答了半天 他答不上来什么是中国梦 所以中国梦也就是停留在一些文案的宣传上面 实际是什么东西 连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 什么是中国梦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最近中国国台办发言人 朱梦莲的一番对话 统一之后台湾可以实行和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 统一之后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制度化将更加完善 那长期困扰台湾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诸多的难题 比如说缺水缺电等民生难题呢 都可以在两岸融合发展 因通尽通当中得到解决 台湾的财政收入也尽可用于改善民生 统一之后台湾的文化创造力将得到充分的发扬 统一之后台湾同胞的国际发展空间将更大 在国际上腰杆更硬 底气更足 更有安全 更有尊严 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耀 那对于发言人的这一番对话呢 有中国网友评论到说 感动国家给台湾同胞这么温柔的待遇 像发言说的那样都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作为中国人很骄傲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对话 简简单单的对台湾同胞的一个心战喊话 他也能牵扯到骄傲上面去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骄傲的 中国人除了在感动之外 每天就活在骄傲之中 那还有中国网友表示 身为中国人我无比荣幸 也欢迎台湾同胞回家 都是一家人 大陆已经非常热情期待台湾回家 台湾也马上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中国梦 台湾人不用期待也不用等待实行伟大的中国梦 台湾人本身就已经富裕了 为什么还要跟你们一起去等待共同富裕呢 你们自己吃不饱穿不暖 现在要去等待所谓的共同富裕 但是台湾人民不需要 他们已经富裕了 为什么还要跟你们去过着吃不饱穿不暖 然后去等待一个幻想出来的共同富裕 没有必要吧 台湾统一后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台湾比赛拿到的金牌就算做中国队了 这样两岸加起来可以拿到更多奖牌 台湾运动员作为中国队也更有面子 那这个中国人我们都知道 中国就喜欢讲什么有面子有面子 但是台湾人不care 然后还有中国网友表示 这么好的福利 如果我是台湾人 我立马申请大陆身份证了 就算没有福利 还有什么比得上做中国人来得更荣耀呢 这个真是好问题啊 作为中国人太荣耀了 居然做中国人那么荣耀 但是美国南部边境 每天都有几千名中国人闯进来 那一年就数不胜数了 那我们这只是讲那些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中国人 那合法途径一些有钱的中国人 他也选择移民美国 居然做中国人这么荣耀 干嘛还有移民变成美国人呢 我真的是想不通 那还有其他文学表示 我看微博新闻说 大多台湾人都期待统一 看来国内宣传的福利政策 还是管用 毕竟这都是实打实的福利啊 台湾人也不傻 一说有福利 有人民币 立马腿就软了 看来还是国内福利箱 还没统一 台湾人就闻到味了 真是自说自话 最近马英九到访中国之后 那他跟国台办的主任一起搭乘高铁 但是我不知道中国的这个资讯片面还是怎么样 一些大陆网友啊 就不知道台湾也有高铁 就像中国人会以为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行动支付 有些国家甚至他不愿意使用电子支付呢 这都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这方面非常先进的 但是日本对于行动支付普及度并没有很高 大家更多愿意的是用现金跟刷卡 这就是一种社会方式生活的方式不同 但是中国人经常就吹嘘 哇中国现在好先进 可以用电子支付 然后以为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个技术 整天在到处吹嘘 那包括高铁也是 中国人甚至不知道其他国家也有高铁 在马英九乘坐这个高铁的这个中国宣传的这个短影片下面 就有中国网友评论说 高铁真的是咱中国人的骄傲 台湾和咱统一后也能开通高铁 享受高铁的快感和时速 台湾人就不用坐绿皮火车了 台湾人现在还在坐火车 都什么年代了 还宣传阿里山火车 我们大陆都宣传高铁了 都21世纪了 高铁没听过吧 哇肯定没见过高铁 毕竟高铁不进井 同一后又能看到许多台湾博主 拿着相机拍高铁 台湾网红肯定纷纷说 这是啥呀 天啊没见过这么快的火车耶 哇 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以前亲中的一些网红 啊我们就不讲是谁了 免得那个人呢 又说咱们去蹭他的流量 可怜他每一期的流量都那么惨 那么低 那像是那一类的网红呢 经常去中国拍高铁 那如果你对这些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就这样